行政院副院长郑立军前往水里国中看灾 县长许淑华全程陪同 首站来到受凯米墙台肆虐 造成学校运动场后侧山坡 土石大量崩塌的水里国中 许县长感谢教育部先核定300万元 紧急抢修抢险 但水里国中灾害附件经费庞大 约达1500万元以上 而全县共有40所国中小受损 继续中央重视大力协助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 副院长王瑞德 立委尤浩罗美玲 以及多位议员乡长 与许多关心灾害附件的乡亲到场 我们首先去看了水里国中 我们的边坡的部分 已经有严重的一个 这个土坡的这个下滑的程度 也影响到了整个校区 所以这个目前在自伤反恐的部分 它的预算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也把除了水里国中的灾情 做个报告之外 也把南投县现在在学校的部分 一并来提报 那除了不管是在学校的受损 当然还有包括像露损农损的部分 我们借这个机会 虽然时间不多 但我们也把握 跟我们的副院长来做一些的说明 那现在的附件工程 慢慢的在提报的过程 也开始进入到收尾阶段 还是要请所有的民众 在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今天的话 行政院副院长来这边 那也特别从第一站水里国中的 同意的一千多万的部分 掀起的三百万 以及包括在会议中 大家所提出 不仅是学校 需要做一个修缮 包含旁边的一个排水防洪 这边也务必要请行政院 在补贴补助的时候 做一个整体改善 同时全县市所的学校 也希望在这一次 行政院副院长下来的时候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协助 因为这个水里国中是一个点 虽然是最严重的点 但是在这一次的风灾来讲 是全县的学校都受到一个损害 郑副院长指出 请县府紧速汇诊学校灾损详情 以及复建需求提报中央 行政院将列为专案 请工程会汇诊学校复建工程 及周边水里设施改善项目 协助学校彻底抢修与复原 想今天来就是代表 卓院长来谢谢我们地方政府 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来防台救灾 那后续目前各部会的措施 我们来支持地方政府 有任何的需求 我们都可以滚动检讨 持续的纳入 但未来下一个阶段 在这一次台风过 所需要的重建的工程的部分 工工工程委会 已经有组成一个专案的机制 那我们就请县长这边 县府这边我们整体提出来 那后续我们中央政府 我们全力来支持 现议员陈淑惠 以及多位议员也纷纷反应 请中央重视灾害复建用地 优先征收 避免因土地取得困难 而使得灾害复建推迟 甚至难以执行 这个贪荒的也是因为 这一次的这个台风所造成的 那当然呢 学校也即将在一个月之后要开学 这个立即危险呢 我相信呢 今天副院长 力领到我们水域国中来关心 在未来在经费上的补助呢 应该会极力 极大力的这样来争取经费 来做一个灾后的复建 我在这里向我们中央 在副院南投县本身的经费决计 而且这次的风灾带来的 对心意乡水里乡造的极大的伤害 包括农损 相对的希望我们中央政府 能够重视我们偏乡 让我们偏乡未来能够安身立命 这次的灾波造成我们学校里面的 一些的求财以及一些的设备 都非常的严重 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教育部的我们的次长 长药次长来到我们的水域国中 也一起来共同来关心 让我们的在我们的学校 能够早日把它重整起来 让我们的学子能够更加安全 水域国中这次的灾害 当然这个灾害会连带的影响到 排水方面的部分 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水里乡整个产业道路都影响甚大 我们水里乡属于偏远地区 也希望我们副院长这边 能够加以协助 水里当地的民众也向政府院长陈勤 台风灾害不仅学校受损 校前民生路旁许多民宅 也因为排水不良严重淹水 希望能够一并改善周边排水设施 记者蔡世奇水里乡采访报道